北京时间6月13日根据最新消息 中国南兰18人大名单正式对外出炉 根据国内媒体人宋祥透露 最新一期的中国南兰18人大 名单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乔尔杰维奇这次选择了4名内线加4名封线 同时搭配上了8名后卫的阵容大档 从后卫平均身高来看 乔帅这次选拔了像赵锐这种 能打三后卫的极战力后卫 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欧洲这样的相敌 根据国内媒体人宋祥在北京体育发声来看 这次中国南兰集训的18人大名单中 多多少少存在了一些质疑的成分 例如山西南兰表现出色的张宁洛选 国家队长青处后卫郭艾伦被淘汰等 这些都成为了质疑的声音 这次蓝鞋选择杨帅就是给予他足够的信任与权力 避开外界的舆论声音 打造南兰真正意义上的未来希望 下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中国南兰18人大名单 分别是赵继伟 张震宁富豪 贺西宁周鹏 方硕 曾凡博 郁家豪 城帅鞭 孙明辉 朱俊龙 胡金秋 崔永熙 胡明轩 赵锐 杜润 王哲林 周旗 从这份大名单分析 广东 辽宁 与广煞 都有三人入选大名单 无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只是广煞已经成功 机身分割了国家队的阵容 可见如今本土联赛不再是辽阅的天下 从舆论角度分析 这次杨帅选人很大胆 倘若换作任何一位本土教练都不敢这么选人 最起码郭艾伦落选是大多数球迷无法接受的 但乔帅既然敢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道理 按照国内媒体揣测乔帅选择淘汰郭艾伦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打法与他的战术理念不兼容 并非外界所言的伤病问题 另外从大名单中 赵继伟将作为这只中国男篮的绝对首发一号位 这位最有价值球员在本赛季 展现出来统治级别的表现已经有媒体发声 辽兰为了留下更年轻的赵继伟 已经着手准备探讨郭艾伦的交易价值 在内线方面乔帅选择了四名内线 目的还是渴望在内线寻求一些机会 尤其在身高方面 这是中国男篮传统的优势 毕竟我们这次男篮世界杯小组赛对手 拥有塞尔维亚男篮与非洲球队 像约基奇与其他现役NBE球星 即便我们技术无法对抗对手 从身高方面也可以弥补一定的不足 可见乔帅很了解我们的主要对手约基奇 在封建方面乔帅选择六名封建情理之中 尤其是选择了运动天赋出众的曾凡博与张振林 试图利用这两个人在国际大赛中 寻找一些自主创造进攻的能力 在天赋方面我们并不输对手 更何况根据蓝鞋透露 目前李凯尔规划手续正在顺利进行中 很可能他会赶上末班车 他才是这只中国男篮四号位的最佳人选 让他来搭档周期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往南篮世界杯之前 中国南篮将会公布最终的12人名单 这意味着球队还会裁掉6人 对于这份18人大名单你怎么看